在立法人蔡思英见证下 在水公司代表与社区管会主委进行签约 金融市中山区副都新城社区 40年来漏水问题终于有解 让当地中和里长及社区管会主委相当感激 以前副都经常流水 经常叫我们理事长过去看 大家都受罗泡水 所以说很多钱 流很多钱 这次也浪很多钱 来到蔡思英秘书 蔡思英立法委员还有张平均议员 都过来到看 到说到现在两年多来 有一个新酒 我们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然后特别感谢蔡思英服务处 然后跟张平均服务处这边的协同 然后在这两三年的时间 跟着我们一起讨论开会决议 然后一直帮我们想办法去 处理这个水质跟高地公费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感谢 不过要达成这项成果可不容易 立法人蔡思英回忆两年多来 光是举办会刊协调就不下十次 而在大家同心协力沟通整合下 终于解决复都新陈的用水问题 我当时非常感谢李医长 跟我们张炳娟张议员 帮忙把这个社区管会的意见 把它整合起来 那接下来后来在这个分配款的部分 我们也帮忙来协助 所以后来复都新陈的相关的 这样的他们把他们的这个预算 他们的配额款整理完毕之后 那事实上刚时的预算因为不太足 所以我们也特别请水公司 重新再检视整个案子 高地供水的案子 能不能做更有效的一个检讨 那也感谢水公司 最后重新检讨出一个金额之后 那也跟富都新陈这个地方的住户 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所以今天来这边 做一个见证签约的仪式 其实我跟蔬菜里长都相当的欣慰 因为这四十几年来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在我们两个的努力下 并藉由蔡思英立委的协助 总算可以一次性把它解决的 这我相信我们未来的居民 再也不怕有漏水的问题 很高兴今天能够看到我们富都新陈 他们经过我们行政院的高地供水专案 能够让他们社区整个自来水管线更新 在正式签约后 自来水第一区管理处方面表示 今年度会完成发包作业 预计最晚明年初进行施工 将台湾一公里长的输水管线及抽水机更新 工程经费约2500万元 包括台湾管线一公里 我们将原来的塑胶管改成原性铸铁管 包括整个水池要做改善 还有会把抽水机的部分更新 除了完成签约的幅度新陈社区 蔡思英透露 今年度还有两三个社区表达高度的意愿 他会持续协助争取足以解决 基隆高地社区供水问题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